2月24日 8月24日 今天介绍麻里奥的新作 什么麻里奥RPG 还有麻里奥VW 还有麻里奥一大堆麻里奥 其中麻里奥RPG是一个超经典的老游戏副客 一会儿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最近这个switch上面的活动 有投向活动记得领取一下 一个是这个异度神剑最后一弹的switch投向活动 有很好看的尼亚 梅里亚 还有迷洋 这个挺不错的 还有火焰文章的头像活动 6月30号截止 另外还有皮克敏的头像活动 然后还有在6月23号 Switch高级会员 可以游玩的新增的 这个GBA模拟器的游戏 火焰文章封印之剑 还有火焰文章的烈火之剑 超级经典的 可惜没有中文兄弟 还不如模拟器上玩一下 就提醒一下 这个高级会员的模拟器 可以玩这两个就做啦 马里奥变身成为大象啦 2D的超级马里奥兄弟新作 超级马里奥Wonder 翻译过来也叫超级马里奥惊奇 这个新作将在2023年10月23号发售 根据eShop商店显示 本作的游戏容量大小为4.5GB 相比之前的 相比之前的 超级马里奥兄弟一物豪华版 还有超级马里奥制造2 比他们的容量要大出1-2GB 全新的画面视觉效果 添加了很多元素 像这个画面中的河马 可以推掉 可以收集的 新的紫色的货币 以前的瀑布元素 全新的场景 音符收集 那马里奥水管 进水管 整个画面视觉效果 看起来非常的清新 比以前的清晰不少 然后柔和度 比较饱满 怎么说呢 这个画面 两个字就是舒适 看着非常舒适 这里貌似触发了一个 李世界的设定 水管都不活了 水管都可以变成活的水管 水管可以如冻喷水 你看变成毛毛虫水管 刚才上面还有紫色的 小货币可以收集 哎呦 这里好几个画面 一个是河马 一个是狗木狗木的 马里奥 马里奥还可以转换成 刺球状的滚动模式 来推倒的障碍物 跟山羊一起踩着山羊 然后前进 这里吃了一个什么 又是那个李世界吗 从李世界返回了 返回到一个正常的世界 超级马里奥兄弟Wonder 另外还可以控制路易吉 还有B级公主 奇诺比奥也可以控制 他在鱼上跳 戴西也可以控制 这刚才有一个飞船 这个库巴的大飞船 这画面像是大富翁 完了还有多人游戏 你看这是多个角色 在同一个画面中 四个人可以同时游玩吧 你看还有药锡 药锡可以骑称 骑称 我完了B级公主跟马里奥一起 四个人一起玩 要素真的特别多 刚才那个是boss战 导弹boss战 好玩 看起来这个作品真的比较好 一个是画面特别清新 一个可控角色又多 然后画面新要素又多 最后还可以变成大象 超级马里奥兄弟Wonder 超级马里奥兄弟惊奇 2023年10月23号发售 第二款超级马里奥的游戏 叫超级马里奥RPG 重制版 将于2023年10月17号发售 跟上一个是差了一个月 这个超级马里奥RPG 是一个超经典的复刻 原版是在1996年SFC上推出的 并且在当年是任天堂跟Square Enix 合作的一款作品 这款游戏当年反响是特别好的 堪称旧世代的神作 并且1996年你想到什么 那就是它这个是跟宝可梦 同一个世代的一个游戏 非常的老 这款重制版将忠实在线 SFC经典作品的内容 并在画面上进行全面革新 而这并不是本作 唯一保持原作风格的尝试 原作超级马里奥RPG 七星传说的作曲《夏村养子》 将再次为重制版作曲 本作进行战斗的方式 是从选项中选择行动 也就是所谓的指令战斗 不只是选择行动 只要在攻击或者防御时 抓准时机按下按键 造成的伤害就会增加 也可以把对手造成的伤害变成零 出现要按键的时候 本作的画面会在成功时 显示一个感叹号 如果连续成功多次按键 感叹号就会自动消失 这样可以帮助玩家 来进行这个辅助按键的提示 在保留精美的美术风格的同时 将视觉效果彻底升级 颜色明亮而充满活力 马里奥看起来还是像 几十年前那样一般的可爱 以经典的方式保留了 SFC上的黏土动画感 如果你同时是任天堂 还有Square Enix的粉丝 那这部作品一定是 就要双除同喜 好吧 好 这是以上两部 任天堂的新的马里奥作品 另外还有两部新的作品 任天堂他说在开发当中 一款是以BG公主做主角的游戏 以下是这款新游戏的画面预览 还有一款是路易级阳广2的高清复刻版 原版路易级的阳广2是在2013年在3DS上发售的 这两款另外的新作正在开发当中 将于2024年推出 那么关于马里奥的死物与新作消息 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视频记得点赞支持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